這些都是詐騙 千萬別上當 歡迎收看老王不止 三分鐘 董哥 你怎麼感覺濕濕的啊 你有沒有看到我踩這個地板 各位觀眾 你是沒在現場 不然你都聽到水聲 你們有沒有這種經驗 整個腳底板都是水啊 水波浪 我整個腳褲子 有大概三分之四 全部是濕的 你剛剛做什麼事 沒有做什麼事 沒有做什麼就濕了 現在MeToo 性騷擾議題很敏感喔 很夯喔 你不要性騷擾我喔 什麼我濕了 我沒有濕喔 我是淋雨濕的 淋雨嗎 對啊 雨下多大 各位觀眾你知道嗎 你以為我是騎摩托車 不是耶 我是開車 開車停在公司附近的停車場 走一小段路 我就全濕了 那個雨喔 用倒的 如果說比颱風雨更大 其實不扯 不為過 對不為過耶 剛才小編也有看到啊 小編在公司外面也看到 這個雨是用倒的耶 還打雷閃電 我要趕快關心董哥 要不要再把閃給你 我跟你講 我也是撐閃 撐閃全濕 這個雨真的太大了 所以各位觀眾 聽到這裡 要不要給老王拍手 要不要留言感謝鼓勵一下老王 要要要 要不要幫我們按個讚 一定要 要不要幫我們推薦給更多人 一起分享一起訂閱 要 所以節目開始 要記得幫我們訂閱喔 我們要衝40萬的訂閱大關 開始今天的節目 好 董哥 聯準會 果然六月暫停升息 很久沒有加法董哥了耶 這是怎麼回笑 很久沒有加法 代表我看得很準啊 對對對 我說我們當地分析師 一定會有看對看錯 如果 代會員的股票 有賺也會有賠 這也是 一陣一陣 這一陣子 剛好我們看聯準會的政策 我們就看得比較順一點 各位觀眾 你不要忘記我之前也有猜錯的啊 我之前不是猜到會升息 吉馬 也是有猜錯的啊 也是有加法的啊 所以小編你不要講這種話 你一副是怎樣 你一副就想看我錯 我如果錯 那觀眾朋友看我們的節目 對不對 他就會受傷啊 對 所以很久沒有加法 代表老王最近 看這個聯準會 看這個 全球的總金 看得比較準一點 你應該要 Respect me 你懂我意思嗎 好不好 來啦 幾月幾號 5月5號 5月5號 不是農曆的 農曆5月5號還沒過 下禮拜 下禮拜 端木節 國立的5月5號 近6月幾號了 16 近6月16 大概一個月以前了 一個多月以前 這是我們 當時那個節目的 解盤節目的封面 你繼續看我內容 我當天的節目就跟你 預告了 等一下 照片比較瘦欸 是不是要消 對 他要往下拉 欸 欸 欸 比較尊重 比較尊重 他要放比較尊重 我拒減肥好了 體驚師比較沒那麼累 他不要這邊後製 當天就告訴你 我才跟你說我要加法 我說 我的看法就是不升息了 如果升息我會再加法 你們也都知道 聯準會這次的 FLMC 最後的會議結論就是 不升息嘛 對不對 好 不過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在禮拜二跟大家談到什麼事 我們說 這個華爾街啊 把老王這一派的分析啊 用一個英文的單字來解釋 叫做SKIP 四個字母嘛 SKIP 意思就是說 這一次六月是跳過不升息 跳過喔 他不是STOP 他跳過 所以意思是 下半年還會不會升息 他還是會的喔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喔 這一次聯準會會後的 這一個點證圖喔 是比老王想像的再更音拍一點點喔 再更音拍一點點喔 這個是五月的點證圖 這一個是六月的點證圖 你看到什麼現象 一個點證圖就代表官員的預期嘛 一個官員自己心理的想法嘛 你看到這個最多官員預期的這個利率水準喔 跟五月跟六月來比較起來 六月很明顯的怎樣 往上拉了 大概就從大概 5.1%的利率的水準喔 這個與會的官員喔 開始把利率水準往上提高 在六月最新的點證圖 反而認為聯準會的終端的利率喔 峰值的利率喔 應該會來到5.6%左右 由從5.1%呢 拉到5.6% 那這樣利率的峰值往上拉的這個過程 除了就是告訴你 下半年 幾乎大概九成以上會升息 那因為5.1%達到5.6% 你如果去計算的話 大概就是還要兩次的升息 不是一次喔 當然還要兩次 然後每一次呢 各升息25個基點 這樣子才有機會去達成這個 5.6% 最多官員目前認為預期 今年的峰值利率 那你聽懂了 那請問這個是不是就是完全符合 老王在過去一個月一直告訴你我的看法 就是6月 我可以告訴大家不會升息 但是下半年 我沒辦法告訴大家不會升息 甚至很有可能繼續升息 一個skip的想法 那請問這次聯準會會議 老王這樣帶給大家事先分析 還算可以吧 可以 蠻漂亮的齁 講的蠻精準的齁 事先預告的 那事後有對有錯 但這一次呢是漂亮的印證 好了 這邊我幫大家做補充了齁 所以現在我們 你問老王 對於接下來聯準會的看法 我其實可以告訴大家 下半年是必然升息的 我直接給結論了 下半年必然還要再升息 所以你不要高興的太早 很多人都問董哥 董哥 升息循環結束了嗎 No 沒有結束 還在持續 那這次跳過之後呢 接下來就很可能會再升息 那升息如果以目前這個官員 他們預期的利率水準來看的話 還會兩次 然後也就是再升息兩次這樣 再升息每一次呢 各25個基點 這是大家要特別留意的 當然持續鎖定我們節目呢 我們會繼續 一直幫你更新 最新老王的看法 還有聯準會的動態 好 那鮑爾在會後的這個記者會 他談到一件事情 他說這個六月暫停升息 是可以的啦 是適合的 適宜的 為什麼 因為當利率水準 越來越靠近這個峰值利率 適當的漲停升息 是對的 才不會帶給經濟很大的壓力 但是 就這個但是 鮑爾還談到什麼 聯準會的主席 他說 這次與會的官員 多數 絕大多數 普遍認為怎樣 還要繼續升息 因為通膨 還比我們預期的目標 還來的高蠻多的 還沒有看到很明顯的怎樣 來到我們接近我們的目標 所以 鮑爾也告訴你啦 聯準會主席 鮑爾 他上次為什麼老黃那麼篤定的 告訴大家不會升息 因為上次鮑爾會後的談話 就有暗示了嘛 那這次他好像也暗示你啦 你聽得懂就聽得懂嘛 他是不是暗示什麼 小編 我們開會這些官員都覺得 還要再升息喔 通膨還有點高喔 代表呢 下半年就會升息 但是美股還是繼續漲啊 倒窮有跌 倒窮當天是跌的 可是欸 美股整個氣氛還是很樂觀 為什麼 因為科技股繼續漲 你知道嗎 昨天啊 這個 這個Microsoft 微軟啊 漲了3%多嘛 3%左右嘛 創下歷史新高了啦 強 今年以來啊 龍頭科技股啊 NVIDIA先創歷史新高 再來是Apple 昨天換誰 微軟 Microsoft 強不強 所以這些龍頭的科技股喔 多頭不止嘛 這整個美股就很強嘛 你即便有這個 讓人家感為稍微 感覺稍微是鷹派了 這個就很像禮拜二 我們聊到什麼 我們說市場的氣氛啊 多頭跟空頭啊 就會影響對於數據的解讀 對吧 來 今年市場多頭多強 來這張統計表 多頭市場就看大型科技龍頭股 這句話 你回想過去的兩三個月 你是我觀眾 你有看節目的 如果是新觀眾 你可以回去找 我們影片都留著 小編也知道嘛 小編你很清楚嘛 你就是目擊者 你是見證人嘛 我們是拿過很多次 告訴大家 S&P500指數 其實 很多股票 大概有490檔 股票是沒在漲的 但是其中那10檔8檔 科技的龍頭股 就讓今年的美股往上衝了 那我是來拿過去的歷史經驗 我說過去的歷史經驗 如果是美股是大多頭的話 科技龍頭股的 從來都不會缺席 我有沒有這樣講 那我是不是還告訴大家一個結論 就是說 如果 我們要參與一個大多頭 美股的大多頭的話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投資美股的人 那 大型的科技龍頭股 就是你的標配 投資組合裡面的標配 我有沒有告訴你這樣的結論 我透過過去的歷史經驗 那你回來 我那是幾個月前就跟你講的 這是到目前為止 NVIDIA META 特斯拉 Netflix Amazon Microsoft Apple Google 胡佛就是Alphabet 今年的漲幅 NVIDIA漲了快兩倍 META漲了1.2倍 去年被弦到爛的META 特斯拉今年漲了1倍了 特斯拉 特斯拉之前 被一堆人看空 華爾街投行都看快 人家漲1倍 這些科技龍 我就問你 每股這麼多檔股票 你也很難選股 可是你如果知道 這些龍頭股誰叫不出來 Microsoft誰叫不出來 你每天都在用作業系統 你叫不出來 有時候你尋尋覓密 找了一堆的小股票 你績效完全沒有大型股 報勞來得好 你知道嗎 小編笑得超開心 小編你是不是 因為小編接觸了很多觀眾 很多粉絲 他一定看過很多觀眾粉絲的投資組合 最後他在笑 一直說 其實你就 其實就什麼都不用想 大型 就用台股就好了 台股你今年如果買的是日月光 投控 報酬率也很嚇人 買的是台積電 不然買別的 廣達 偉創 音業達 家世達 這些你以前聽到 完全都不屑一顧的這些股票 牛股 隨便一檔 的報酬率 可能都比你整個投資組合的報酬率要好 有點殘酷 但有時候確實是這樣 當然如果你買到綠電 AI還是軍工國防 就之前在飆的時候 你的報酬率一定特別好 因為可能漲了好幾倍 我說如果你都沒有買到主流的 然後老師喜歡買一些 奇奇怪怪的 弱勢股的 去抄底這種的 美股是這樣 美股今年就大型 其實美股不是只有今年是龍頭股 前兩年大多頭的時候 2020 2021的時候 特斯拉有沒有這樣 有 你是狂飆 所以 就是美股的科技 美股的多頭 真的跟科技股都 龍頭的科技股息息相關 你要記得這個結論 那台股今年剛好也是漲大型股 事實上台股 台股前幾年大多頭的時候也漲全資股 台股店有沒有漲 有 聯電有沒有漲 不要忘記了 對不對 世界先進有沒有漲 有 所以我還是提醒大家 如果是一個大多頭行情 我們再投入台股 也是一樣 一定要有標配 就投資組合不是只有一檔 比如說三檔 四檔五檔的投資組合 一定要標配什麼 大型的電子全資股 或電子的龍頭股 這樣你的投資報酬率 才會漂亮 才不會怎樣 大盤在漲 然後咧 你完全沒有跟上 所以這就是老黃常講 如果你有這種感覺 你不如就直接買什麼 指數型的ETV 例如很多人就直接買0050 欸0050你們就有台積電嗎 這波大盤在漲 請問0050有沒有更值漲 有 有啊 就不會讓你有那種大盤漲 然後你自己股票沒有漲的遺憾 了解嗎 那有人就說了 那這些龍頭 美國龍頭肌肉漲那麼多了 本益比啊 NVIDIA本益比大概 大概值 大約值啦 55倍 特斯拉的本益比 74倍 Amazon 81倍 還會再漲嗎 這個可能要去問印度神童 我一句老話給你啦 其實今年的2月份的時候 這些都已經漲了一亂了啦 那當時有誰知道好會繼續漲 結果最近又再給你漲上來 所以 操作股票是這樣 你要看趨勢啦 看什麼趨勢 來 雷谷道琼 站上所有軍線之後 我們都四海猶龍般多 就是要挑戰前高 有沒有來挑戰 有 中間有沒有震盪 那像 前一晚 盤中有沒有回跌 就是聯準會會議結束那天嘛 可是你是老王的觀眾 我是不是一直告訴你看 波段資深看哪條軍線 十二軍線 那有沒有守住 有 那馬上就拉腳了嘛 那所以昨天又大漲創高了嘛 看趨勢 是不是比你看單一K棒重要 對吧 那接下來怎麼看 現在剛好來到前高壓力這邊嘛 這邊因為突破不了 我們是不是告訴他前高壓力 他回來尊重一下 那再往上漲 那接下來 能不能持續站穩這個前高壓力 能不能繼續往上突破 就代表他能不能海闊天空嘛 因為我們過去看過了 NASDAQ跟FAYBAN 都在突破前高壓力怎樣 就一路往上漲 那前提你是要突破 你不能今天又再回來嘛 你要能夠站穩 站好 像之前NASDAQ一樣 NASDAQ嘛 你看這一路的過程當中 這個我都懶得講了 你看他每次碰到十字均線就往上 十字均線不是波段支撐嗎 那短線看哪一條 五日 我是不是告訴你 五日如果沒跌破 不要預設 立場 不要預設高點 你看他 你這邊 連五天手速五日就給你一直嘎 一直嘎 廢班也是啊 現在手速五日就一直嘎 你一定是他跌破五日才會震盪嘛 是不是跌破五日才會震盪 但是波段的支撐看哪一條 十日 如果十日沒跌破 他會這樣崩嗎 不會 如果跌破 就要小心一點 就這樣而已 講到這裡 你不要以為我講完了 今天封面是寫什麼 四五日 我現在是跟你講短線怎麼看 你知道今天是四五日嗎 今天對於美股來說是重要的事情 四五日 四五日就是說 有很多的衍生性的齊全的商品 要在今天結算 就跟我們期貨結算一樣 它只有很多種 所以集結起來叫四五日 不是四個巫師 我們封面是說四個巫師 是方便你記憶 不是真的四個巫師 是四個很多像齊全的商品要結算 那這個代表什麼意義啊 這個代表很多大戶主力 或投資美股的人 他們可能要做轉倉的動作 或是他們會把過去一季以來 就好像畫個句點 要重新再來過 所以四五日 對於美股來說 其實如果你把這個週期放長 我個人認為它是一個 非常具有參考意義的指標 非常具有參考意義的一天 怎麼說呢 如果我以美股道琼的指數為例 我把這個圈起來 就是每一季的四五日 從2021年的1月以來 到目前 圈起來就是四五日那個禮拜 就是四五日結算的那個禮拜 你可以仔細去看 仔細去觀察 你會得到什麼結論 我帶大家看過好不好 2021年的3月 四五日結算 結算過後 結算這一天 這個禮拜 這個指數有沒有跌破結算這一週 沒有 沒有 然後就一路的 往上大 你不要看這個 這個沒有很短 這個是週K 哈囉 這個不是日K 所以你不要以為長很少 長很多 這是週K 週K 那個地方呢 你看到這邊殺一根長黑下來 但是殺完結算之後呢 有沒有再跌破這個四五日結算的地點 沒有 於是又怎樣 往上走 這個地方四五日結算 結果後來股價又往上跌 短線都有做修正 但最後在這個地方 重新又站回來四五日結算的位置了 於是又往上走 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四五日結算過後 稍微再創個高點 但很快的回落 而這個回落這個長黑啊 把這個四五日的這個低點給跌破了 四五日的位置 四個星期之後 就把四五日結算的位置跌破了 然後就往下跌了 再來這個地方 四五日結算 拉高 又又又又又上不去 慢慢慢慢跌跌 又把四五日的低點給跌破了 就再往下跌 所以從這邊你可以過去看 2021到2022這樣子 你可以發現 四五日結算過後 這個指數啊 到底是站在四五日結算過後 四五日結算的以上還是以下 或是未來 一兩個禮拜 兩三個禮拜之後 如果把四五日這個結算 重要的位置 時間點給跌破的話 有沒有對於美股道雄 產生一個波段的影響 有 有喔 如果他一直站在四五日的上面 那就是繼續往上 如果他把四五日這個結算的位置跌破 開始往下 我們再來看2021年的這個之後 六月開始這邊 你看這邊就急跌一段 然後這邊是不是解算 那結算之後發生什麼事 往上漲了 因為沒有再破低點了 好來看這邊 這是今年的三月 今年的三月 殺了一大段 三月結算 剛好在這個位置 請問你這個三月是不是今年波動以來的最低 點的大概最低點的位置 然後就一路怎樣 往上漲 所以四五日喔 除了我剛才講的 所以你可以判斷 這個目前指數在四五日上面 四五日下面 它會影響它的強弱勢 四五日呢 很多時候 也會是一個波段的轉折點 有波段高點的轉折 或是波段低點的轉折 以這兩個為例 是不是四五日就出現在一個波段的低點 對 那它會出現在波段的低點的關鍵 也是在於它 沒有再往下跌破四五日的位置 所以 了解嗎 這一個四五日結算之後就往下殺了 是不是跌破四五日結算的位置 就往下跌了 還破底大底 所以請問你 今天對於 今天過後 或說今天這個位置 結算之後這個位置 對於每股四大指數重不重要 重要 我是以道成做舉例 那你可以一樣化五如去 看看那斯達克 看看廢半 或是SMV500 大致上就差不多了 所以要提醒大家 接下來我們觀察重點 就會是在上面 在 美股四五日結算過後 能不能守住現在這個高位 守得住 繼續在場 要是守不住呢 歷史違建 在 短期的幾週 可能會有修正的壓力 就是今天老王 帶給大家一個重要的歷史回縮 好董哥 台股今天小跌回檔 有什麼要注意的嗎 有什麼要注意的 如果你是我的觀眾 美股要注意的事情 我已經講完了 四五日 對吧 四五日之後 之後的走勢 那如果是台股 禮拜二 我告訴大家是什麼 中繼缺口 小編我問你 對不對 他說他是代表趨勢的延續 代表大盤 還會在怎樣 創高 請問你 昨天大盤有沒有在大漲創高 有 所以有沒有符合我教你的 中繼缺口的定義 有嘛 那接下來要注意什麼 一樣啊 從這邊到這邊 我講的東西都一模一樣 你如果長期看我節目的 就兩條均線嘛 短期 能不能繼續創高 看哪一條 五日 波段的趨勢有沒有改變 看哪一條 十日 我講完了啊 所以小編你要問這個問題 其實這一段乾脆就直接跳過去就好了 大盤指數就是這樣而已嘛 頂多這裡有個多方缺口嘛 那我就說這個是 所以現在的缺口位置 跟十日均線位置差不多 等於這裡有個雙重的波段支撐 那這兩個地方缺口被封閉 十日均線被跌破 那大盤才會真正的轉落 這樣了解嗎 好 真正要注意我覺得是貴買市場 如果從均線上面來看 你說董哥 不是跟大盤一樣嗎 對啊 就是看五日跟十日嘛 尤其貴買很強喔 貴買這一路喔 大盤還有跌破 這個五日均線兩次喔 那十日均線這邊守住就往上噴嘛 那貴買連五日都沒跌破耶 所以他很強嘛 所以我一樣看五日、十日就好嘛 原則上看均線是這樣 不要預設立場是這樣 不要每天都在居高思維是這樣 每天都在拆高點 但是 這幾天的貴買市場 出現了一個小小的 你必須要注意的重點喔 什麼重點 當我今天把成交量拿出來 來 我們從過去這一段 就這一段 這一段 長一天跌一天 長一天跌一天 長一天再跌一天 再跌一天 再跌一天的過程 為什麼這個地方 我都告訴我的會員 全國的會員 五報的會員 我說啊 回檔是給你買的 拉回站買方 對吧 會員都知道嘛 那為什麼 現在這個地方 我們應該說 那為什麼過去這一段的時間 老王都會叫會員 勇敢的回檔 站在買方呢 老王是依據什麼基礎呢 除了五日均線沒有跌破 這個均線的角度之外 還有個重點就是這個 你看成交量這裡的變化 這一段 這一段 一漲一跌 一漲一跌的這個階段喔 來 各位觀眾你看仔細一點 小朋友你看仔細一點 成交量是怎樣 兩成 隨著一漲一跌喔 那成交量卻是一路的往上墊高喔 墊高到了禮拜二 還突破了多少 900億的大關啊 貴買市場突破 單日900億的成交量啊 那整個過程你可以很明顯看到 雖然是一漲一跌 但是成交量一路滾上去 所以指數貴買市場 終究是往上去推 往上去創高 這就是老王常講的 有量才有 假 那回頭過來看這邊 開始震盪 為什麼這幾天啊 你可以觀察 禮拜三創了一個高點 開高走低之後 這幾天都在這邊晃了 就沒有像這邊在很明顯的大漲了 有沒有 為什麼 為什麼這三天都在這裡晃了 這很明顯啊 成交量怎樣 量縮 當然我們現在是盤中 我不知道今天最後是怎樣 如果今天的成交量還是量縮 或是平平 那代表他在創高這邊 連續性的滾量上工之後 到這邊創高之後呢 反而開始量縮了 那 剛才講了 有量就有價 那潛水 五大魚 那這個地方 你可能就要 不要做過度積極追價的動作 甚至有些股票 漲得比較多了 你可以適時怎樣 收回你的資金 你了解嗎 你本來可能這一段過程 拉回就是滿 積極報勞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啊 成交量已經縮下來了 那你可能在操作上面 你就要放還你的腳步 這樣了解嗎 你有些股票啊 這個可能要把資金 稍微收回來一點 這樣了解嗎 什麼情況下 貴买市場才可以結束這裡 震盪再度的往上攻 你這一量開始縮了 你就是要再度補量上攻 那你如果一直不補量 好一點就在這邊橫盤 那壞一點呢 跌破五日均線 往下來取量 甚至不小心把十日均線跌破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跟大家講 這個過程我都告訴大家 不要拆高點 這個不要每天都居高思維 主要原因就是 量價都還有配合 量一直在滾 代表都還有人氣 但現在開始看到這個量縮了 你就要特別留意 一定是等到量再滾出來 你再來像之前這邊 積極操作 風味就是滿一點 我認為會是比較適合的 好董哥 航空雙雄變成太空縮了 是要飛到火星嗎 飛到火星 移民火星 我想要關掉手機 減肥真心 移民火星 請放心 有沒有聽過這首歌 沒聽過 誰唱的 興樂團的 移民火星 我可能唱的有點不好 關掉手機 減肥真心 移民火星 請放心 聽起來有點走音 好啦 想聽原版的 自己Google 好不好 航空雙雄 真的強 那我們上一次講到航空雙雄 是幾月幾號 5月30號 那當初的結論很簡單 你如果忘記了呢 你如果想看完整的影片 自己回去找 5月30號的影片 都沒刪 那如果你不想回去找了 我在這裡簡單給大家結論 當時就是告訴大家 長榮行 有誰在買 投信的連續買超 華航有誰的連續買超 外資 然後呢 所以他們都是一個多方結構的籌碼 都是多頭趨勢往上 我是不是這樣講的 那技術面的話呢 長榮行的波段支撐 看十日均線 那華航的波段支撐 看哪條均線 一樣也是十日均線 只要可以鎖住十日均線 他們的波段 就可以持續強勢去創高 這是上一次跟大家講的內容 那我們回頭過來看 今天已經6月十幾號了 下禮拜好像是20號了 那大概就經歷了 大概兩三個星期了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長榮行 你看下面 投信有沒有持續在做買超 有 這個賣一咪咪這個都不算了 整體來看趨勢有沒有持續買超 有 所以有沒有像5月30號講的一樣 只要投信持續站在買方 就有高度的連動股價往上 有沒有 有 好 那這個地方有個小問題 就我們當時在告訴大家的時候 它的波段的支撐 短線的減碼看5日均線 所以你看這邊它是貼著5日均線 一路往上走 那波段的支撐看10日均線 那眼尖的觀眾一定發現 這一定有發現 這裡出現什麼事情啊 跌破10日均線 所以如果是一個波段操作者 那這個地方跌破10日均線呢 前面我有賺錢了 這個地方跌破10日均線呢 我可能就會做一個獲利出清 出場的動作 結果長榮行發生什麼事 在禮拜一跌破10日均線之後 禮拜二就重新站上10日均線了 然後就一路的噴出了 又再多噴了兩根的紅K棒 創高 好 那 對於禮拜一把股票賣掉的人心裡如何 喔 有點喔 有點不甘心 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做錯了 我是不是不應該在10日均線這個地方 把股票給砍掉 各位 如果你是 依照了老王交給你的均線的理論 跌破10日均線呢 就是波段呢 暫時的轉弱 要去回測比較長線的越均線 那你這個地方先做一個出場 其實你是做對的 也就是禮拜一 如果你在跌破10日均線 一開始早盤跌破10日均線的時候 就趕快走了 那其實你是做對的 因為就是按照紀律來操作 老王這邊要給你一個讚 你千萬不要認為 後面漲上去沒賺到 是因為你這邊把它賣了 如果你有這樣的想法 那其實是錯的 正確的觀念就是 我把這個長龍行 10日均線賣掉 沒關係 你如果要賺到後面這一段再回來的話 紀律操作 什麼叫紀律操作 跌破10日均線的時候出場 重新站回10日均線 這個我們過去交很多次了 強勢股的波段的走勢 跌破10日均線波段轉弱 那什麼時候會波段轉强 就是重新再站回 這個波段的多頭的軌道 重新再站回10日均線 你可以看到三二族群的奇紅啊 雙紅都是一樣啊 跌破10日均線的時候就轉弱震盪 重新站上10日均線呢 再度的往上就大漲噴出 所以如果你這邊10日均線賣掉了 賣股票完全是正確的 賣股票不是錯 錯是怎樣 如果你真的很想賺到後面這一段 後面這三 後面這兩天 那你就是再站回10日均線來 這個地方 要重新怎樣 買回來 賣股票不是錯 錯是你沒有買回來 因為它已經站回了10日均線 然後後面呢 你把它買回來之後呢 隔一天是不是就大漲了 對 所以這就是一個真正有機率的操作 而不是這一天呢 跌破10日均線 你不賣 結果最近漲上來呢 你反而很開心 反而說 哎呦你看 我就是沒有賣 所以我後面賺到這兩天 這個觀念是錯的 因為你要知道 不是每一檔股票都像長龍行這樣 跌破可以馬上再漲上來 我們過去在節目看過很多的標股 都是在跌破10日均線之後 然後就怎樣 往下去跌跌跌跌跌 甚至越均線是毫無支撐在往下跌 那這個情況 如果你這個第一天的第一時間 不懂得賣 你後面大概也不用賣 對吧 我們講錯 你這邊不賣人 那是因為後面有拉太 不然你根本不知道怎麼處理 因為第一時間就沒賣了 所以我們在操作上面 不可以這種錯誤的背景經驗 什麼叫錯誤的背景經驗 你這一次沒賣 後面長上去 讓你以為不賣是對的 那這個背景經驗是錯誤的 因為真正的操作 真正的機率是要賣的 那但是你因為沒賣 你賺到錢 你有這個錯誤經驗 下一次在遇到某一檔股票 跌破10日均線的時候 請問你會不會賣 不會 你不會賣 因為錯誤的背景經驗會影響你 而那一次 如果你的股票就從10日均線裡面摔下去了 你可能一次就畢業了 所以了解嗎 這是我今天特別要跟大家強調 紀律操作的重要性 那我今天順便要來教大家 筆記本要拿出來了 我們如何來面對到這一種 我按照紀律操作 結果股票長上去 我如何不要被洗掉 如何可以抱住這個標股的腳步 很簡單 我剛才講了 重新站回10日均線的時候 把它買回去 把它放大 有沒有很清楚 你告訴我這一天我們站上10日均線 有 5日均線我們站回去 那 有些人說 可是董哥有時候買回來 它還在跌破啊 那我怎麼知道 我這個地方該不該買回來 有一個很重要的 關鍵的原因 就是你要觀察它的籌碼嘛 請問你它的籌碼面 包括在這邊重新站回來之後 它有賣超嗎 還在買超嘛 這邊好像小賣了300點吧 300張左右 我如果沒記錯 這邊隔天馬上大買1000多張 再加上前面這些買超 請問它是小小賣 大大買有沒有問題 那所以整個籌碼面維持多方的情況 當技術面又回來多方了 那就是我常講的 技術面又配合籌碼面 那這種情況下 你當然就可以趕快做 買回來的動作 了解嗎 這是第一個方法 就是我賣掉之後 如果站上10日均線 我再把你買回來 那通常 強勢股只要籌碼面沒有變空方的話 他們很大機會再往上漲一波 你記好的話 記在筆記本上面 已經連續兩個禮拜 我們的王老先生 都教你怎麼做筆記了 像這一段話 你是觀眾的 你就應該要做好筆記 再來 第二個方法 如果你是那種 賣掉之後 就不想再買回來的人 就是他有心魔 小賓你知道有這種人嗎 就是他賣掉股票很乾脆 但是你要叫他 再把他買回來 買不下去 對 我賣這 你叫我買這 我做不來啦 可是各位觀眾你想一下 很多時候往往就是這樣子 你沒有買回來的股票 會怎樣 噴出 特別飆 你自己想一下 是不是這樣 你每一次不想買回來的股票 特別飆 那你買回來的股票 都不漲 然後又在破線 所以你就是要多數自己買回來 那如果你真的買不回來 你真的有心魔的人 有第二招 這個第二招就是怎樣 你本來 這個第二招的前提 第一個 你的成本比較低 就你的持股成本是在這邊 比如說五月底這邊 我們節目剛講的時候 這邊有的 或者在更早之前 你更厲害你自己去買的 你這邊 好 你成本夠低的 那因為成本低 加上第二個前提 投信 或者是外資 它主要的籌碼結構 沒有翻空 還是維持一個多頭的 那你就知道 多頭的結構 外資或投信去買 他們就是想要再拉抬嘛 這個是前提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你的成本夠 另外一個就是你的成本夠低 你有這兩個前提的話 然後你有心魔不想再追回來 這種情況 你就把你原本要看的這個十字均線 要出場這個停歷的十字均線 拉長拉遠 你改看一條 這個叫什麼 月均線 當然你知道在我們節目 我們告訴你 標股往上就貼著十字均線嗎 其實 不是很多股票會這樣跌破 以我們以前介紹過一堆股票 像華晨就好了 過去幾個月 是不是都貼著十字均線往上走 對 根本都沒跌破 那種就是好股票 股性很好 不是每一檔都會突然給你洗一下 所以我今天是要教你 萬一遇到這種 跌破洗一下 洗盤了 你該怎麼面對 該已經交一個了 現在是第二個方法 就是你把這個均線拉大拉遠 你不要看十日了 你改看月均線 請問你 如果以月均線來看 當天要賣嗎 不用賣 後面就漲上去 你就不會被洗盤了 對吧 可是這個方法聽起來很棒啊 拉長拉遠 我就不會被洗掉了 我還不用被買回來 可是他有沒有缺電 小朋友他們缺電 有 他有什麼缺電 第一個 如果這個月均線 離這個十字均線很遠 你等跌跌跌跌跌跌到十字均線 那你前面 你前面你買進的這個位置 你很容易變 原本是賺的還變賠 人家在十字均線賣掉 他頂多沒賺 不會賠 你等殺到月均線 你再決定要砍的時候 你反而變賠了 對 那萬一月均線呢 又沒有支撐呢 又再往下跌呢 那你就一去不復返 你一打就讓你畢業了 所以我剛才講兩個前提才可以這樣幹嘛 第一個就是成本夠低嘛 你成本夠低 就算跌破月均線的時候我來砍 你還是賺錢啊 所以你抱得住嘛 第二個就是 我希望籌碼面要是正向的 因為籌碼面投信持於買超 你就有信心回檔只是洗盤 未來還會再怎樣 還會再上 一定要符合這兩個前提 你要做筆記 這樣懂嗎 好再來 所以有這個觀念 那我們再探考一個事情 就當天的早上 他跳空 這邊是個跳空 跳空點或十日均線 你把它賣掉是沒太大問題 但是如果你是殺殺殺殺殺殺 殺到盤中的時候 都已經殺到這個位置了 然後你才看到股票 這個時候去砍長龍行 大家要學起來 通常就是我覺得有點太慢了 因為我常講嘛 賣股票要怎樣 要趁早嘛 你都知道月均線是一個長線趨勢的支撐 當然都已經殺到快到月均線了 你這時候再把它砍掉 你會有一個風險出現 什麼風險 就它很容易碰到月均線的支撐之後 就馬上做一個反彈 隨便一個反彈 不用創高 就一個反彈 都比你殺低的點要來的好 所以我以前常常教大家 如果你的股票殺下去 你來不及砍 然後殺到一個相對均線支撐快接近的時候 就不用殺低了 你等反彈再來處理 你聽得懂意思嗎 給自己再多一天的時間觀察 當然這個是一個 已經是屬於一個比較後期 就是說前面有兩個方法 可以避免你被洗掉 或重新上車的方法 那如果真的 你就是本來想砍的人 來不及砍了 那你未來 假設你遇到這樣的例子 你要思考 如果是殺到很靠近月均線了 你乾脆就直接看月均線了 這樣懂嗎 反之啦 如果有一檔股票 它是跌破月均線 然後殺很快 可是這邊馬上就有一條基均線很靠近了 請問你 還要急著殺低嗎 沒有 就乾脆看基均線了 那個就好像我們之前在講 之前在介紹股票的時候 在分析的時候 我們說十字均線如果 原本一檔股票看十字均線 但是它如果十字均線跟月均線很靠近的時候 要改看哪一條均線 月均線 它避免就是你要想一件事情 十字均線跟月均線很靠近了 你一跌破十字均線把它賣了 那不是等於你賣在月均線的支撐嗎 對吧 所以大概是這樣看 所以兩個方法提供給大家 第一個 賣出這個行為沒有錯 趕快賣 站回來的時候趕快買 第二個方法就是怎樣 我把這個停利的均線拿長 可是有前提 你的成本要夠低 因為這樣賣掉你才會賺錢 第二個就是怎樣 第二個就是籌碼沒有正向 其實還有第三個 如果你真的要看月均線 你距離就要像這樣短短的 我問你 如果今天十字均線在這裡 月均線在這裡 不要說不可能 標股如果一路噴出去掌停板 十字均線真的月均線在這 那你說我要等到月均線 我要把它放遠放長放到月均線嗎 千萬不要幹這種事 你一停利 你可能就變賠錢了 就報上又報下 這樣了解嗎 今天光聽到這一段的免費的 這一段也是我這個禮拜 一直跟會員在做分享的 在做教學的 那我們今天不常識 我們也拿出來跟觀眾朋友來做分享 那如果你覺得老王這樣教學很有用 那其實你可以考慮一下 加入我們的普惠投顧的會員 五報的就好 三九九一個月才三百九十九 就我這樣教學的內容 當然如果你 還沒有心理準備要當會員 或是你想找自己的錢省下來 也沒關係 當觀眾 每個禮拜二五鎖定老王節目 給我一個讚 幫我多多訂閱 幫我多多分享 我也是很感謝大家 好啦回過頭來 我們解釋完之後 那長龍航就在突破十字均線之後 往上走 請問接下來怎麼看他的波段支撐 一樣嘛 這邊看十字均線 投信買超股票 就還是看什麼 十字均線 那你如果短線想減把的 像這邊跌破 他這邊其實有跌破五六均線 有沒有 跌破的時候就轉落了 守住都 你就續爆嘛 那跌破就轉落吧 一樣啊 如果未來五六均線持續守著 那短線都還有機會再走嘛 那跌破呢 高檔震盪嘛 那波段看哪一條 十日 華航 上次講過看誰 我剛剛幫大家統整了嘛 看外資嘛 看東西嘛 那外資 整體來看 這個地方是持續買超 那這不是一路往上漲 那最近華航這幾天為什麼那麼強 因為外資怎樣 又回來大買 而且買的比資源更多 那你們看到華航這一段是回檔修正的 有沒有 創高之後就回檔弱勢修正 為什麼會修正 因為外資你自己看嘛 是不是買買賣賣 對 甚至這邊還有大賣喔 所以整體籌碼他就沒有明顯的買超 甚至就買買賣賣 你看不出來什麼 連動的關係 那有沒有印證我 5月30號跟大家講的 他跟外資有沒有高度連動 有 外資一進來買就大漲 外資沒有明顯的買賣 就回來休息 對吧 那技術面是一樣的 你可以看到他 這邊也是跌破十字均線 然後又怎樣 重新站了回來 重新往上漲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是 跌破十字均線賣掉 OK的 機率操作 等他重新站回來之後 你就要再把它買回來 你這樣就可以避免自己呢 錯過後面的行情 這樣了解嗎 今天老航在這裡講 是純粹做一個教學的動作 純粹告訴你 未來我們拿以這個為範例 未來如果遇到同樣情況 我們該怎麼面對 這樣了解嗎 那華航大漲之後該怎麼看呢 其實從成交量來看 我們剛才這個前面提到 這個講跪買市場的時候 我們說了 有量才有 講 你看華航有沒有最清楚的印證 有沒有有量 才有 假 這裡有沒有很明顯的量縮 有 那股價是怎樣 休息 所以老王教給你的東西 是用在每一檔股票 每一個族群都可以適用的 你學起來真的就是你的東西 這最簡單的量價判斷啊 所以我問你喔 華航要怎麼繼續走 出量 一直滾量 會量的一直維持在40萬張 就繼續漲 那如果你發現華航開始極度量縮 代表他高檔要開始 休息整理震盪了 這樣了解嗎 那波段支撐看那條均線 十日 還有這個什麼 多方缺口 這樣OK嗎 我再拿長榮航一樣對照 有沒有出量 有 有沒有往上漲 那這邊回檔過程是不是量縮 那有人就問董哥 為什麼今天華航可以繼續漲 長榮航漲不動還回檔 還跌2%多 你看成家都知道了 這是盤中的量喔 代表他今天量可能也是跟昨天差不多 都超過40萬張喔 算是有量的狀態嗎 還在滾嗎 同一個時間點結的圖啊 昨天長榮航40萬張啊 現在只剩20萬張出頭啊 幾乎是快腰斬了 那是不是要量縮 那潛水 所以他當然就回檔修正了嘛 他如果繼續量的時候 就繼續高檔休息嘛 等到他再次出量 他就會往上勾嘛 下一題 好董哥 中芯電亮燈漲停再創新高 綠電這個主流真好強啊 我記得我們上一集 還是上上一集才聊過 我說 台股今年以來三大主流 AI 軍工國防還有綠電 我說 這個最強的到目前為止 就綠電嘛 因為你看其他那個 像昨天AI 什麼林群啊 早上好像漲停板 對 盤中被打開 殺了一根大腸黑可以下來嘛 對嘛 對 那軍工國防 就強弱分歧嘛 那個寶一跌破右軍線 現在要來測這個長線的激軍線支撐 漢翔還鎖得好好的 那祝龍呢 超噴創新高 對 就是他沒有一個很整體板塊的一個連動 那千負精密跟成田也回來休息嘛 對嘛 你看到綠電感覺就整個比較整齊 你剛才挑釁是中心電大漲 漲停板創新高 對 其實很多今天也都大漲啊 甚至創高 東年也創下波段的新高嘛 所以這個綠電真的是跟我們上次講的一樣 就輪動情況上它是比較強的啦 好 那要講中心電之前 我們先來講一下華城 你剛才講中心電漲停 那華城為什麼沒有漲停 等一下來跟大家講一下 講一下原因 那我們先來講這個 華城這邊我們過去只要有解華城 我們以前播過VCR了 就是告訴你看台條均線 10日 這從來沒改過 那所以你如果看10日 這邊基本上就一路爆爆爆爆 包括在這邊 都有破10日嗎 沒有 你就一直爆爆爆爆爆爆 放在這裡 有沒有跌破10日均線啊 有 假設我就做一個出場的動作嘛 跌破10日均線波段支撐嘛 那他有沒有整理 也休息整理了三天 對 那 剛好來到什麼位置 越均線 越均線 越均線是長線的支撐 好 老王剛才前面教了兩種做法給你 我們來套用在他身上 第一個 我成本不是很低的 就在這附近了 然後我也看到投信在賣的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這邊跌破10日均線 我就先做出場 那他等到他重新再回10日均線 我就怎樣 再買回來 如果我很喜歡滑成 我就是要操作他 那再買回來 今天有沒有賺錢 有 即便他開高走低 但是今天我們大漲 早盤是大漲的嘛 你還是有賺錢嘛 而且是昨天買回來嘛 那昨天買一點 是不是就蠻漂亮的 因為站回10日均線 這剛才講的第一個方法 那第二個方法 我成本低 對吧 我成本真的很低 你看我成本在這個位置 這邊就算殺破越均線 在這邊 我有沒有賺錢 我就算等到跌破越均線 我現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這邊 我成本在這邊 我能不能賺錢 還是有賺啊 那這個時候呢 你如果不想被洗 如果心裡這種想法 我教你第二個方法 你把這個挺立的10日均線 拉長 拉遠 你看哪一條 因為你知道長線的支撐 老王你教過的都是 就是越均線嘛 那你這個地方就不用賣嘛 那後來就漲上來了嘛 那你回頭過來看 不管你是要拉長的 看越均線的 你也賺到錢 或者是你要重新再買回來的 能不能賺到錢 也還是賺到錢 所以兩種方法 不同的風險跟缺點 我前面已經講完 那有不同的優點 那兩個方法都可行 你就看一看 你自己是屬於哪一個風險取向的人 去做哪個方法 這樣了解嗎 這個方法沒有一定好一定壞的 這樣懂嗎 好回過頭來 那現在怎麼看它 我先提醒 未來如果在這邊做震盪的時候 就不要再看十字均線了 因為十字均線有跌破又站上去了 容易被扒 未來就看哪條均線就好了 越均線 尤其是他們兩條 這個距離有沒有很接近 那你再回頭過來 我剛才前面有提醒大家 我前面是不是有提醒大家 你如果 假設你前面這天沒坎 沒坎 你到這邊 或在這邊 這天的倒盤是開低的 你在這裡已經很接近 越均線的位置了 假設你前面都沒賣了 你還需要再賣嗎 不用 都已經到越均線支撐了嘛 你已經很靠近 這時候就不用賣了 這是第三種例外的情況 後知後覺的情況 那你就不要去亂砍 因為你就要砍在最低點 因為砍在支撐上面 這樣懂嗎 好回過頭來 我說華晨為什麼今天沒辦法漲停板 為什麼要開高走低 前面有這個啊 沒看到嗎 有沒有 這是什麼 潛高壓力 而且這潛高壓力 我給你看 還是爆大量的 所以它有一定的套牢壓力 那今天第一次挑戰它 那這邊套牢的人就會想賣出來嘛 所以它就一定會有一定壓力會出現 正常的 這樣了解嗎 那換言之 什麼情況下它可以繼續再走一波 就是要把這個前面的爆大量的高點給它怎樣 突破 那就海闊天空 萬里無雲 那如果沒突破呢 就是在潛高跟這個月均線做一個區間 如果把月均線跌破 那就真的轉弱了 就代表潛高過不去 要回檔比較大的修正 因為連不但是十字均線 連月均線也跌破了嘛 那如果還守住的情況下 你不用去管今天的上影線啊 沒有在看單一K棒的啦 看月均線啊 看十字均線有沒有守住啦 守住就還可以不斷重複來挑戰 那突破潛高壓力有多重要 看今天中信電啊 中信電為什麼今天會長紅 為什麼會長停板 因為就技術面上 滑成就是沒有突破 而中信電有沒有突破 有 中信電我們之前講到它的時候 我們講了多少次這個潛高壓力了 講了很多次了嘛 我們說中信電一定是要突破潛高 它才能往上噴嘛 那就過不去所以回來嘛 那再挑戰又過不去又回來 過不去又再回來 這一次終於過了 而且你有沒有看到今天早上有關鍵的什麼訊號 挑空 我們教過大家嘛 什麼是標準的突破 長紅跟 跳空嘛 就這兩件嘛 所以當它出現一個跳空缺口的時候 股價就往上拉了 因為市場上 有很多人用程式交易啊 程式交易都去抓那種 突破最近的 有這種策略 那很多技術派的人 像你有看我節目的人 你有在學潛高突破 壓力突破的人 你也知道這是一個突破型態了嘛 你會不會想追 會 所以會吸引很多技術派的進來 所以就有 於是就有跟長紅出現 所以我通常稱這樣的長紅叫做 集體共識的買盤 全部都進來追了 這是屬於技術面的買盤 了解嗎 好 我們回過頭來看 中心線在過去震盪的過程 主要都是貼著月均線這條均線走 藍色的這條 淺藍色這條 但是他有沒有跌破過 有 這個我之前好像教過了 在解盤就教過了 所以我說他轉強的點在哪 就跌破之後呢 重新站回去就會轉強 跌破之後呢 重新站回去就會轉強 包括這裡 微幅的跌破 什麼時候轉強了 他其實不是今天轉強 他是昨天 你自己看昨天 各位 昨天就一個紅K有沒有 有沒有拉上所有的均線 請問站上所有的短期均線叫什麼型態 山陽開胎 所以不管是華城 不管是這個中心電 你在跌破均線裡把它賣掉的時候 事實上你都有機會再賺到後面的大張 關鍵是你要怎樣 如果你有賣 你要買回來 因為你知道那是發動點嗎 懂嗎 來 華城跟中心電 還有哪裡不一樣 我請小編幫大家統計 綠電相關的五月營收 這個叫華城 你說連減一%還好吧 你去看他上個月跟上上個月跟上上個月的營收 你看那個連真多漂亮 你就知道這個連減負一% 看數字感覺還好 但其實跟上個月有落差 什麼樣的落差 你看這個月 月減超過四成 他越減喔 營收越減超過四成 今天還可以這樣 我已經覺得了不起了 你知道嗎 小編我已經要給他Respect了 你知道嗎 你知道其他的股票 只要是 不要說越減四成 有的越減個6% 越減個10% 跌到不知道要變什麼狗吃屎 你知道嗎 對吧 他越減四成 還給你創造 這個等一下要Respect了 所以 他要抱怨什麼 他已經夠強了 就主流的力量 市場 市場一堆人追逐 了解嗎 真的啊 各位觀眾你想一下 有些 搞不好你手上的股票就是 稍微月減 我們推薦給我們持股會員的股票 也是有本來現行好好的啊 結果 公布營收 好像月減個幾%而已 碰 要停損 也是有啊 也是賠錢的啊 我多羨慕他月減四成還可以創高啊 真的羨慕 那中信電呢 年增 三成 月增也快三成 這兩個你對照有沒有差 有 所以人家接掌停板 他稍微開高走低 這樣 你覺得過分嗎 你覺得真的過分嗎 以營收來看的話 不過分 對吧 那後面這個自己看啊 這兩張給你 這兩張給觀眾 停格 截圖 再一張 截圖 好 幫你做功課了 幫你統計完了 如果有錯誤的話 麻煩通知我們會更正 這小編統計的 我會請他再加法 原則上應該他有對過了 你當然就是 你當然就是找 營收成長比較漂亮的 你看這個喬威 你看這個喬威 喬威 這個禮拜強不強 強啊 是不是噴出創新高 為什麼他可以噴出 你看他營收 年增1.2倍 月增超過兩成 這樣你們懂那個道理了嗎 因為綠電這個族群 真的漲了很大段了 五月漲了一大段 那 他現在檢驗就是要靠營收 我是不是營收比較好的 我股價大漲之後 才有動力在漲 如果營收變壞了 我是不是稍微休息一下 像華晨這個禮拜前幾天回來休息 你總是本益比過高 你要稍微休息一下 對嗎 了解 所以你有這樣主題 就知道為什麼有些股票特別強 有些股票為什麼這個禮拜 一樣是綠電特別弱 這樣你會了解的嗎 好 董哥 截圖好麻煩喔 小便截圖好麻煩 那怎麼辦 還要截圖 加入譜會投股 這張圖 小便 你告訴他們 我們是禮拜一集就給會員了 禮拜一 禮拜一的盤中 盤中 我在講禮拜一的盤中 就給五報會員了 就分開 就發給他們了 所以他們 這個禮拜 禮拜一就拿到了 那這個禮拜 他們 是不是就可以了解這些個股 他的營收狀況 跟股價來做個對應 對吧 就這樣 來 中興店 長紅突破 說今天是有個跳空突破 這個標準的發動訊號 突破前高之後 未來就怎樣 萬里無雲 那我為什麼會說 這是一個單純技術面的買盤 我個人認為 這根長紅 有很大的一個比重 一定是隔日衝的這些大戶券商 進來買的 我再講一次 我認為這樣的拉台 很大部分是一個隔日衝的券商 所以要特別注意 就禮拜一 最好是要很多人進來接 不然這些隔日衝大戶進來買 那禮拜一就是要到貨 搞不好中興店禮拜一跟長黑 也有可能 為什麼會老王這樣講 因為你看下面 這個是投信 我過去講過風力 風電族群 我說很多都有投信的影子 我說他們跟投信高度聯動 那你看他 這個投信都在賣 所以股價有沒有回來修正 為什麼這些錢高壓力就過不去 因為投信在賣 除非今天是投信回來大買 如果投信沒有回來大買 那這個很單純就是技術面 就是我剛才講突破 那很多人就跑進來追進 看線圖就來追 單純是技術面來買盤 了解嗎 所以他要長得比較久一點 我認為投信就要回來 投信如果可以回來 這個突破長勢就能更強勢一點 了解嗎 那不管禮拜一怎麼發展 你只要記了一件事情 他現在就是前高突破的型態了 他只要可以守住這個多方缺口 突破缺口沒有跌破 那就是趨勢就怎樣 往上走嘛 因為前高突破嘛 就萬里無影繼續往上走嘛 即便他禮拜一不管有沒有震盪 這樣會不會看 那他如果把這個缺口封閉 才是真正的轉弱 就形成一個 假突破 那目前沒看到了 來 華城 華城這邊為什麼回來修正 投信在幹嘛 買 那這邊為什麼會漲 投信在 高度聯動嘛 這以前教過大家了嘛 那為什麼這邊又突然轉牆 投信有沒有回來買 有 所以投信我們剛才講 華城在準備挑戰那個高點 前高壓力嘛 那投信能不能在這個地方繼續來買進 就會成為他能不能繼續挑戰前高壓力突破的關鍵 是高度聯動 試電 投信這邊都在買超 大買 股價大漲 這邊為什麼會回來 甚至跌破十字均線 還跌破玉均線 因為投信在幹嘛 賣 有沒有高度聯動 有 跟我以前講的一樣 好 如果你在十字均線把它賣掉 你看他還殺破玉均線 你這個地方沒賣的人 這個地方沒賣的人 你知道這個地方叫猶豫 你到底要賣嗎 對不對 這很複雜嗎 結果賣完就被漲上去 所以我剛才講的 你賣掉十字均線賣掉是沒有問題的 這紀律操作是沒有問題的 那如果你紀律操作 你很喜歡試電這個股票 那今天是不是站上了 又站回十字均線 對 你就再把它買回來嘛 就這樣嘛 只是我要提醒你 你現在買回來之後呢 馬上試電就要面對到什麼 前高壓力 所以你要能夠賺錢 你今天買回來嘛 你要能夠賺錢 就是他怎樣 突破之後 那就恭喜賺錢了 那如果沒辦法突破 那短期就在這麼做區間 那區間 看哪條均線 越均線 你不要再看十字均線 因為他這已經跌破又站上了 而且跟越均線很靠近 所以未來的一個波段支撐就看 越均線 沒有突破 就越均線在前高震盪 前高的區間震盪 有突破前高 那你就可以賺錢了 因為他就一直往上了 這樣了解嗎 如果跌破越均線呢 趕快走人了啊 這樣啊 他就轉弱了啊 我認為投信是一個很重要的聯動 投信如果繼續賣下去 就要小心一點 那投信如果是買超 他突破的機會當然就比較大 東元 這邊為什麼可以長修正 因為投信也是在賣啊 那這邊為什麼會長 投信在賣 他是高度聯動啊 這個以前分析都講過了 那他這邊呢 也是跌破十字均線轉弱 但是來到了長線的支撐 越均線又往上漲 跟市電長得很像啊 那接下來要挑戰什麼 錢改安 就看到能不能突破嘛 能不能突破我認為投信有沒有回來很重要 今天的大漲喔 這些以前投信都沒有在買 我覺得今天大漲很大的部分是來自於散戶的 散戶的集體公司 就很多散戶進來買 那就希望投信要轉買 你總是要有接盤俠嘛 對嗎 對 總是這個漲勢要延續嘛 那投信就很重要 亞利 假設這邊跌破十字均線賣掉 昨天有沒有站回十字均線 有 那你是不要買回來 那今天大漲能不能賺到 可以 就這個概念你懂嗎 好 那你說我可不可以 我這個成本很低 我這邊可以看越均線 也可以啊 那越均線就不用賣 那就漲上去嘛 好 漲上去之後呢 接下來面對哪裡 前高壓力 因為這邊有沒有爆大量 有 那這個前高壓力要能夠突破 才能夠換手成功 如果沒突破咧 一樣 就跟剛才一樣 就在這邊做區間了 越均線跟前高的區間 總會長 戴亞 戴亞是比較強的 那你很明顯發現這裡為什麼回檔 如果你從成交量的角度來看 這邊叫做量滾量 有量 有價 那這個量有沒有很 直接從這邊腰斬喔 量直接腰斬 然後一路縮 股價有沒有回檔 有 所以我再問你一次 到底是 量縮架跌好 還是一直滾量爆量出來好 滾量爆量 我沒有在怕爆量的 我最怕就是量縮 因為一量縮就告訴你要怎樣 休息 所以前面的航空雙雄 你只要抓短線的轉弱點 你就看量 好回來這邊之後 我們說標股的波段支撐看 十日預限 所以他現在守住 只要守住 就持續維持多方趨勢 一樣要來挑戰什麼 顯高壓力 那他有沒有機會來挑戰突破 什麼東西要出來 量 他如果這邊就量就縮了 那繼續貼著十日均線 甚至跌破十日均線都有可能 量如果一出來 才有機會來挑戰突破 OK 那這裡我放一條月均線 給您參考 什麼意思 你如果跌破十日均線 那我今天教了兩種做法 我要嘛就是等到他重新站上十日均線 我再把它買回來 要嘛就怎樣 如果你成本扣低的 那我就乾脆看月均線 兩種做法 看你喜歡哪一種 假設你很喜歡大亞這張股票的 因為月均線對於大亞有多重要 你只要是我的觀眾 只要是我的粉絲 只要是我的會員 我在這個節目講了多少次 我在會員的五報講了多少次 大亞今年以來的長期的慣性之聲 是哪一條均線 月均線 他這邊不就是在回測月均線之後 然後就噴出去了嗎 對 好 好了 今天的解版節目就到這邊 我們講得很清楚 那你看整個綠電的格局 除了中芯電已經突破前高 其他大多數風力發電的個股 剛好現在都面臨了什麼 前高壓力的挑戰 那下週如果你希望這個族群 可以持續的續漲 維持它的續航力 那前高壓力需不需要突破 需要 這是他們現在短線最重要的一個關卡 最重要的一個挑戰 如果過不去 那可能今天大廠只是一日行情 下禮拜就要再回來整理 如果過得去 那下禮拜可能他們就有個比較漂亮的行情 今天的解版節目就到這裡了 感謝全國觀眾的收看 我們下禮拜二再見 拜拜 點燈 支持